春天到了 看一下我的纸灯 开得密密麻麻的 长得好高 都长到凉亭上面去了 你看这里 好多花宝 这还没有长大的 这里 这马上要展开了 上面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 你看凉亭上面去都是 好漂亮啊 那边也是 现在不春天到了吗 蛇就开始出动了 去年和前年 我院子里进来好几十蛇 研究蛇 竹叶青 银环蛇都进来过 那都是剧毒蛇 但是我去年 这周围撒了好多 那个蛆蛇粉 还有涮粉 没有用 它照样进来 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今年给防一下蛇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如果有呢 在评论期后打出来 这个东西说实话 这晚上不小心踩到 还是挺危险的 特别我有两个搭档 它两个是 非常非常的怕蛇 我还稍微差一点 现在我们院子里 老鼠是没有的 因为院子里有猫嘛 老鼠不敢进来 但是蛇就没办法去 蛇不怕猫的 这挨着后山看到没有 挨着后山的蛇肯定比较多 上面都是草 这个我家蛇在跟小猫打架 今天咱们用这个 十五个面粉呢 做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大家猜一下什么 我最喜欢吃 而且好多人是无法抗拒的 做一个非常松软的大包子 这个面粉呢 跟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样 就连颜色都一样 做完之后面粉是黄白色 不是能吃 纯白色 然后呢 它是带有麦芽一起磨的 这种面质非常有营养的 咱们准备点温水 放入一勺白糖 现在和着面脑袋里 就浮出大包子的香味来 现在这个时候好像天就有点凉 和面呢 稍微要等久一点 而且在咱们这个面呢 吸水它稍微多一些 然后呢 在发面的时候 这种面呢 也要稍微等久一些 今天啊 咱们包着做两个馅 一个芹椿馅 一个湿地豆的馅 每个馅都非常好吃 我没养鸡之前呢 这芹椿叶子我都是自己吃 用来做汤啊 鸡蛋起那汤 或者做凉拌都非常的好吃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家鸡太爱吃这个叶肉了 我就不舍得跟着抢了 可以了 来 过来吃了 这两个鸡啊 我是当虫子养的 非常乖 跟我关系非常好 来吃吧 我想要它俩生出鸡蛋 我给它孵出来 小鸡应该很漂亮 来 过来再吃 看 非常的乖 大家有没有吃过用湿鸡豆揉包着 超级好吃的 非常的香 然后呢咱们放一点五花肉啊 拌到一起那个馅儿 太美了 湿鸡豆啊 和芹椿咱们分开它焯一片水 看一下 这芹椿一擦完水之后啊 就缩减了三分之二 但是如果自己在家做一定要焯水 因为这样焯过水的芹椿啊 咱们做一下 无论做饺子饼啊包着啊 都是比较好吃的 那么为什么咱们在外边那些酒店吃的 它没有焯水呢 因为焯水它就缩水太严重了 好 自己吃一定要焯水啊 放点葱姜 放入鸡精 蚝油 酱油 吃菜香 盐 花生油 一半肉瓦放到湿鸡豆里边 然后咱们留一半肉呢 把铁铁倒过来 看一下 哎呀 面发好了 这气孔能看到吗 这就已经发到的非常完美 看一下这气孔 都是蜂窝状 把铁铁藏起来 放在锅中 乖 材料 又要切龍 所以我们吃了 到那边 吃食物 removing 切参了 的 鸡 很酷 酱 肝 regularly 并 没有 咱们包着已经包完了 二十几万二十分钟 现在多了一块面 咱们用这块面做几个馒头吃 时间到了开锅 看这大馄头 好好吃 非常缺软 真好吃 跟小厨那味道是一样的 看一下这个馒头的质感 只有石墨面粉能做出非常鲜软 而且这个馒头的口感非常好 这馒头特别好吃 哇 太有视频了 皮包下大 上面鲜鲜的 哇 一包都太香了 看一下 里面馅满满灯灯的 要配点辣椒酱 哇 太香了 这是湿鸡肉馅的 嗯 看一下 这个包是配辣椒酱 那真的是太没得说了 嗯 有没有食用 说真的 这款石墨面粉口感特别好 而且有一种 独特的香味就是面香味 因为它在 磨出来的时候是无添加的啊 就是正常的颜色出来 正常的面粉其实就是白白方黄的 大家就看这个馒头 外边这层包包皮有没有质感 用这种面做馒头 我真的是好久没吃到 我就小时候吃过 很好吃 吃吃下给你吃包的 出来 好口 来 来 拜拜 吃一下 嗯 好 走 来 接住 一二三 哇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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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